今天來講 武鬥 轟炸 我們先把完整的配置配出來 好 這個是武鬥 武鬥轟炸 最基本 應該說最正常 不是最正常就是 最完美的配置 最完美的配置 任何一隻都不太能換 任何一隻都不太能換 正常來講 都不太能換 那 裝備陣容是這樣子齁 我們有試一個 這個陣容的特性是甚麼 他有辦法因為 試的 武鬥家 所以他的血量會非常非常非常高 好嗎 那我們這邊 先去 先探討一下 這個陣容 的核心是甚麼 核心是甚麼 核心是 武鬥家一定要抽到4 然後 你的角色其實 我自己打起來啦 我覺得其實都不太能缺的 因為我覺得每次都蠻重要的 只有這隻是沒有用的啦 但其他這三隻 是 是 比較重要的 然後現在呢我們先 幫大家去做一個 裝備的配置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下基本的配置齁 基本上 豆腔 豆腔 他的優勢是甚麼 豆腔的優勢是 他的四個前排 就算 就算 柯家是沒有招到二星 就算柯家是沒有招到二星 他還是因為有四五豆 所以他會有很很 他不會說喔 開不出來 懂嗎 就是 他的他的他的血量 他的這個七百血 七百五十血 來跟大家計算一下齁 一隻二星怪的普攻 大概是一百三左右 那如果你擺在前排 平均會被大概三到四隻激火 懂嗎 一星的時候很長 被激火之後會差大概 十點到二十點魔力 會大概差個三下 三到四下普攻 會再開出來 但是因為你 沒有質量 所以開不出來 但是這個七百五十血 就大概可以扛個 四到五下 四到五下 將近五下 多扛這五下 就有辦法讓你的一星客家師 可以直接開出來 可以多活很久 所以 這個陣容的四五豆 其實在中期的時候 非常非常非常強勢 再來 因為血量高 所以 所以 就算是六法的傷害 六法可能 打一下大概一千 一千三 快到一千三 可是 就是 我記得 升上去的科家師 再加上血量 會有大概 兩千血 會大概會有兩千血 這兩千血 比你撐什麼 秘術 比你撐什麼 物防 就是不管你是 物光還是魔傷 不管 呃 比你撐的 物防 還是撐的 魔防 還要好 因為血量 高於那個 就是有一個計算架 就是 你物防 每增加多少 你會少 扣多少 %血 但是 血量這種東西 是直接一個固定的數值 就是 無反的血量基礎提高了 所以 我會更容易 生存 更容易開出招 對 就是爆發 秒不掉他的意思 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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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所以這個陣容 其實四五鬥是 中間是滿綁定的 對 為什麼不配前鋒 是因為前鋒 遇到法師 沒救 沒救 再來 這個核心 這個陣容的核心 是這樣子 組核心是這樣子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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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為什麼 因為 機器人的特性是 有辦法抓到一停腳車之後 讓 附近的隊友 最快的速度 激活他 激活他 代表什麼是 代表 金克斯的傷害 金克斯的 被動 會很快的去做疊加 觸發金克斯的效果 懂嗎 所以 他是組核心 再來 複核心就是這兩隻 複核心就是這兩隻了 再一點點複核就他 好不好 懂嗎 飛愛的技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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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最遠的目標造成 一直線上的 CC 以及 傷害 所以角色其實基本上是擠在一起 你會發現所有角色會這樣子 白白白白 會這樣子 比如說 他飛來這邊 角色會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他會散開在這裡 那這樣子 角色來的同意是 可惡加勢就會更容易採 好運呢 我們不期望 來 我們有講過 不期望 你有辦法直接五塊錢二星 對吧 所以 正常來講 我們不會先把好運當作是一個 很 很Key卡 而且你也不一定刷得到 對吧 對吧 我們不要去期望這個東西 說 我一定八等有辦法有進好運節 或是我辦法 在上個季的時候 我有辦法直接八等進 結 閃電結 對不對 我八等 我遊俠可以直接進 毒 不可能啊 你自己玩那麼多把 你覺得沒把都有什麼事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所以在 在 八等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 玩這個陣容的時候 我們會 很注重他的擺位跟配置 你的配置其實基本上都不太能錯 當然有人說葛雷夫嘛 那葛雷夫通常 好運節還沒來的時候 會先上嘛 對不對 那要怎麼做裝備的配置呢 巨殺其實是必備的 甚至可以補到第二個 甚至可以補到第二個 再來 他要什麼裝備 我自己 我自己啦 我自己啦 我可能會塞這個吧 天真假算了算了 天真假應該都給他啦 好不好 我現在有想要測試的點是 有沒有需要給他龍爪 你懂我意思嗎 有點像是set1的感覺 就是 因為法師盛行 因為法傷盛行 那我有沒有必要給我後排一個龍爪 你們還記得嗎 當初我的瑞文 站在角落 龍爪 就是 不停的射 不停的射 這個我還沒測過 但是我會想要試看看 帶龍爪 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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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要試看看 我也想要試看看 但其他裝備就是 都可以 就是盡量是防裝 或是你要給颶風劍 也可以 要給颶風劍也可以 你要給火炮也可以 好不好 紅B也可以 紅B也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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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B甚至是 也是 配裝也很優秀的裝備 可以 不帶QSS 因為QSS現在不強 我寧願帶 我寧願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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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寧願帶這個 其實你們會發現雙聚殺 就不太需要紅B了 你們會發現 雙聚殺 就不需要紅B了 還有 一個 秤值的 輸出位 並不是三件攻擊裝 一個秤值的輸出位 秤值的控場 不是適合三件 攻擊裝 為什麼 因為你零容錯 你的鋼譜 你的鋼譜 假設你今天有一次鋼譜 你並不會希望 你並不會希望 這個 喔 這個 喔 好爽 喔 這個 你並不會希望這樣子 對不對 對吧 你並不會希望你的鋼譜就是 喔 我轟一下玄大火葬場 但是你沒轟 你變成換禮魂玄家火葬場 懂嗎 科技箱比四節好 這個問得很好 科技箱會比四節好 但是我覺得 沒有必要 為什麼 當你基因克斯 會被碰到血量的時候 代表什麼一件事情 你倒坦了 懂嗎 當你的基因克斯 會被扣到血 代表什麼意思 你已經倒坦了 或是那個AOE你已經扛不住了 你們去思考這一點 你們去思考這一點 如果你的基因克斯 被碰到需要吸血 但是你去思考一下 有沒有任何一個情況是 基因克斯吸的血一打四 沒有 為什麼 因為通常你的基因克斯 被碰到的時候 你就差不多快死了 懂嗎 所以我自己啦 我覺得 Trap Club 就是服務機手套 是可以選擇的 為什麼 擋好運 擋鋼譜 擋鋼譜 擋機器人 擋艾克 還有什麼 擋露露 還有什麼 擋一次控制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 第三件裝 我會塞這個啦 那如果你沒有雙巨殺 沒關係 你就把一個巨殺拿下來 塞一個紅BUFF也可以 好不好 好吧 巨風當然可以 但是 不希望 因為你的 神射手 本來就會 觸發閃射效果 所以 西風沒辦法打 西風沒辦法打 所以 我不會希望 給他 巨風劍 這輩子裝 是虛空之門 還好 這輩子裝 一定是泰蘭九州蛇 我自己給啦 所以背的裝 一定是泰蘭九州蛇 再來是電刀啦 懂嗎 可以 他的普光可以觸發巨人殺手 所以那個碰一下 他的技能是指 附帶額外的 法傷傷害 但是還是會有巨殺的效果 懂嗎 鵝魚有用嗎 還好 你會發現 後面會打輸的 都是 不是因為前排太坦 都是因為 對手 直接把你融化 什麼融化 法傷直接把你融化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 阿諭 懂嗎 好 這是基本的配裝 再來 來 就是基本的配置啦 配置 好嗎 基本的配置 那你可能前面 帶個星火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當個家師嘛 對不對 好 這是基本的配置 那等一下再來講百味 現在我們回到 回過頭來 我們來講一下 怎麼去營運 好嗎 怎麼去從頭 從零開始 從一二三 到後面的 完整的 四五豆 四槍手 好嗎 首先呢 我們會希望抓 最 我們現在都是講 最理想的情況 你會希望 貓法開局 對不對 然後很簡單一點的 反叛 對吧 最理想的開局嘛 是吧 是吧 好嗎 最理想的開局 為什麼是這樣子 因為 你在四人口的時候 你可以補到GG人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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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口的時候 你可能補一個易大師 對不對 四個Rainbow 擠在一起取暖 對不對 最近 有點冷嘛 燒一下嘛 對不對 TFT需要燒一下嘛 但是 取暖嘛 好不好 然後呢 在六人口的時候 補一個聖嘛 對不對 好不好 這是我覺得很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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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開局 武鬥開局 反叛開局 三件事 二時光 對不對 二時間 對吧 再來 再來 你在七人口的時候 可能 可能不小心進 你在中間的時候可能不小心進了一隻 Azra 人咧 對不對 進又是進來了 對不對 馬上就變成 馬上就變成 呃 四Rainbow 二空龍 加 兩個 武鬥嘛 對吧 完美 這樣子嘛 我講的是很理想很理想 啊你中間進什麼 當然是把陣容補到最強 對吧 對不對 雙神社 對不對 吃完吃飽 對不對 七七 六人口嘛 七人口的時候 啊 進了一隻露西恩 對不對 露西恩 你可能進了 葛雷夫 對不對 露西恩 科加斯 然後 飛艾 對不對 那你要選擇什麼 你就要慢慢拔嘛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對不對 看你要先四五都開局 對不對 先四五都開局 這個先下去睡 對不對 也是勉強可以接受 那這個陣容中間的核心其實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點是 伊澤瑞爾 其實這個陣容中間 金銀克斯還沒二星的時候 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是伊澤瑞爾 很重要 因為伊澤瑞爾 他的技能 是範圍的 群體 增加施展技能的魔力 所以 他有辦法可以直接逆轉戰局 因為對方開了不出招 對方只會普攻 你的招開得比對方快 你金銀克斯觸發得比對方快 這時候一波灌下去 你是不是就贏了 再來 再來 在八等 這樣子的時候 不要急著去刷 金銀克斯二星 我講過 不要在七等的時候 覺得 四塊錢一定會二星 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 這個是八等 甚至九等的遊戲 你七等花乾淺了 沒花到 你就準備下課 你就是五六七八在跑 有賽道 就是三四五六七在跑 金銀克斯沒二星的裝備 給CN會議者嗎 可以 這個可以 就是你前面可以用路線過渡 或是 你前面是用 雅速過渡 也OK 為什麼我覺得四神射很重要 是因為 閃射 這件事情 閃射 你的裝備當擁有了 巨人殺手 一件 甚至兩件的時候 會疊加24% 什麼意思 一隻基礎二星怪的前排血量 一隻正常的基礎的二星怪 血量大概是一千二到一千四左右 我們假設是一隻 大概到一千二左右嘛 對吧 因為我記得沒錯吧 通常是一千二到一千三左右嘛 那一千二 假設你有雙巨殺 一千二 你去乘以24% 等於多少 將近四百八嘛 對吧 對吧 將近四百八嘛 三百 三百 那因為你還要再增加 你還要再增加你原本普攻的傷害 四分之一 三百 然後 再增加原本普攻的傷害 大概一百二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我記得是額外傷害了吧 他會再多閃 大概就是大概 好我們算四百就好 好不好 大概算四百 一隻角色你可以打他 打他打到四百滴 那你打六隻角色四百滴 那是不是差很多 而且你六隻角色是可以射到後面去的喔 因為你的閃射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三跟六其實差蠻多的 三跟六其實差蠻多的 講認真來講其實差蠻多的 而且正常的營運曲線來講 你這裡不要跟我講說 然後說我這裡甘普二星耶 我只能跟你講你牛逼 你牛逼 八等五塊錢二星你牛逼 所以正常我們講的情況都是正常來講 也沒有說特別順 也沒有說特別衰 但是就是 普普通通 正常打下來講 就是長這樣 所以正常來講的配置就是 這樣子 普通的禁牌 對 普通的禁牌 然後這家可能就是兩家玩 對不對可能就兩家玩 你禁得剛剛好對不對 也很早沒有很從機 可是這就二星了 你是上八等才刷嘛 對不對 很正常的情況下 這個陣容就是 基本上四五鬥跟四神射 我自己覺得是不太能拔的啦 那再加上你有corner的情況下 每兩 每四秒增加鼠滑攻速 是有辦法去增加到金克斯的傷害這樣子 然後你有EaseRail 可以再拖延到對方 施放技能的時間 再來 你有柯加斯的控制 你有 你有非愛的控制 所以其實這個陣容其實是蠻完整的 蠻不錯的 基本上你四塊錢 一星其實還是算頂得住 先講擺位 就是正常的情況下 機器人會擺在金克斯旁邊 EaseRail擺中間一點 然後好運可能這樣放下 把陸軒給被抓 那 非愛 我會放這邊啦 為什麼 我不希望這一塊倒掉 如果你非愛是站這邊 啾~~ 跑過去啊你角色直接從這邊路過 其實對金克斯來講有點危險 所以我會希望擺這樣子 所以 正常擺位就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往前擺一點沒關係 但你們要注意一點喔 然後金克斯攻擊是660 所以他一定會往前走得多 好 這樣子的擺位 正常來講 是這樣子 好運角色 機器人 機器人抓 防機器人 對不對 左邊 靠金克斯這邊的坦克不要倒掉 非愛 如果這角色夠坦 非愛可以回來打人 加速金克斯觸發 被動的時間 或是 非愛可以飛出去了 對 再來 防刺客就不講了 好嗎 防刺客看昨天VOD 我昨天VOD也是拿 武鬥 的 陣容去講 所以去看昨天的VOD 上次也有講了 好不好 好 現在來講裝備 你就想喔 我的理想裝備是長這樣 正常來講 你會希望先抓什麼裝備 大劍 沒錯 沒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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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個陣容很 不錯的點 也很推薦的點 是因為 這個陣容其實是可以不用蹲的 就是如果你有裝備 正常的情況下 你不用 中間要為了 比如說三至幾 你還要蹲去拿裝備 就是 你只要有 巨人殺手 騎手 就是它其實也可以不用兩件巨人殺 它可以一劍就好 一劍就好 基本上有一劍巨人殺的時候 它就很強了 然後你前面再給 所謂的葛雷夫打工 或是給路仙人打工 都會非常的優秀 然後你中間再和紅BUFF 其實這個陣容最需要的就是大劍跟槍 大劍跟槍 因為你需要和復活槍 比較穩 比較穩定 然後紅BUFF 前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裝備 再來 就是 我覺得這陣容應該是大劍啦 因為大劍能做的事情蠻多的 但是你就想喔 弓可以和什麼 弓只能和什麼 呃 轉刺 巨殺 鬼索 火炮 電刀 巨風 大劍可以和什麼 巨殺 天使 無盡 嗜血 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盡盡 盡盡不要理他 好 所以正常來講 其實是大劍 比較好 因為 怎麼去判斷說 這個陣容 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需要 其他東西 或是 某些陣容 會 對於某劍裝備 會比較需要 比如說法師就是大幫或水滴嘛 像你玩物傷陣就是大劍跟弓嘛 對不對 或是你玩 呃 呃 你玩一些混搭陣 就是大幫跟假嘛 對不對 所以 每個陣容所需要的 單核的 某些裝備 會特別需要 像這個陣容 就會比較需要大劍 那 大劍來講的話 還是會優先 就是 我自己啦 我還是不會想要先和巨殺 為什麼 因為和巨殺就是你很想要走 鬥槍了嘛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練習這個陣容的話 你可以先和鬥 你可以先和巨殺 其實巨殺也可以玩到另外一個陣容啦 就是 呃 科技的 六人 六人造的 或是 武鬥 武鬥轟炸的 都可以 如果你是想要練習這一套陣容的營運方式 跟擺位 跟一些 一些基礎的話 你可以先和巨殺 但是 但是 我自己 我會一定是先和天使講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 我不希望讓自己也這樣有那麼死 所以 和巨殺就是 和巨殺就是 你一定會以這種核心為優先的 就是你一定會去找 所謂的 所謂的 呃 轟炸 烘炸槍手 去做核心的裝備 為什麼 因為你需要閃射 你並不會給一個禁 巨殺 或是你甚至不會給一個 衛扣斯 巨殺 對吧 你也不希望你玩滲透刺客的時候 在那邊巨殺來巨殺去的 懂嗎 所以如果要鐵頭玩這套的陣容 你可以要練習這套的陣容的話 你可以先和巨殺 沒關係 但是 對我來講 我不會先和巨殺 好吧 我自己打的話 我自己打牌的話 我自己不會先和巨殺 好嗎 好 那為什麼要給西風機器人呢 是因為 當對手 來 假設對手跟你一模一樣 但對手機器人沒有西風匕首 這時候 你跟大家是對象近相關心嘛 所以他的陣容跟你長得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那你的西風機器人達到什麼效果 你的西風機器人會抓到他的機器人 這時候對於機器人最遠的角色就會是基因格斯 這隻輸出位就會被抓走 那對方就會崩 對方就會少一個輸出 就直接崩了 因為你有經濟克斯他沒有 他的經濟克斯被你抓出來打 所以 西風機器人其實是一件很強的事情 那水田機器人的話你就是這樣子嘛 你吹他其他角色嘛 對不對 那你讓他抓垃圾嘛 這個 講一下 油管人會轉陣的方式 這樣子 其實也很強 這樣子其實也很強 但是你裝備要對啦 好不好 這是抓不到 柯柯的 方式 好嗎 然後 這樣子好處是什麼 你就一直偷裝備 偷一偷 滿裝之後 再偷鏟子 對不對 有錢之後 升等 再上什麼 啊 對不對 上一個雷西 啊 雷西特拉露露 喔過癮 對不對 然後 啊 升等 對不對 這個也可以不要了 你就補一個凱爾 對不對 對不對 或是類似的鋼譜 對不對 跟鬼一樣 懂嗎 我發現到這呢